字幕視頻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瓜的雷龍曼預言占卜時間 那 這邊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頭髮有剪了 我們樓下終於有跟理髮廳開了 然後 他這邊大概是人民幣 就是本來它是25塊到20塊 20到25塊 然後比如說洗髮加剪髮 結果今天他就跟我說今天剪頭髮要40塊 然後而且他不是躺在椅子上面洗頭髮 他要我這樣子低頭在那個水槽裡面洗頭髮的 我覺得蠻特別的 也是一種略類的體驗 好 那首先感謝大家對於GQ研究所 還有我的影片有按讚跟訂閱的 愛你們 啾咪 好 然後呢我們GQ研究所在3月15號 在台北市行天宮捷運站4號出口 我們有一個現場活動叫做意識覺醒活動 那希望有興趣啊 或對你的靈性天賦或覺得說 你可能很多人跟你講過你帶一些天命的話 然後歡迎可以來參加 然後報名我們可以帶你去尋找你的靈魂天賦 跟你的那個人生藍圖 以及知道說你是不是有通靈的體質這樣子 那今天啊很特別喔 因為最近跟我占卜的很多人都發現說 欸 剛剛有人跟我說 欸 我有帶天命啊 我有特殊體質啊 或者是 我從小容易卡到啊 容易被鬼壓啊 或者是說什麼 每次一衰 每年4月 7月我就是一衰 就是衰整個月啊 然後就說怎麼辦 就是到底 是不是我要領天命 那天命是什麼啊 到底要幹嘛啊 然後我有沒有啊 還是都別亂講的啊 或者是說 是不是就是那個什麼 嗯 有些人就可能就覺得說 想要找你去做一些 不同的儀式啊 所以就跟你說你有這樣的體質這樣子 那沒關係喔 今天老師就來為大家做了一集 神佛特別篇 就是 你有通靈體質嗎 而你的靈性天賦是什麼呢 好 像我的話 我們會有通靈體質嗎 有啊我有啊 我天賦是什麼 嗯 我就是以前的時候我寶貝啊 然後在那個寶貝的時候 神明說什麼 我就會有直覺知道說 他好像要幹嘛 比如說之前就會跟那個 那個 我在工作附近的土地公聊天 然後寶貝有時候 他就會用笑杯笑杯笑杯 我想說 到底笑什麼 後來我就能讀到就是說 嗯 土地公伯伯喝醉了 今天有點喝太多 就今天可能都能帶酒來 喝有點多 然後就喝醉了 這樣子之類的 這可能我一開始就有這樣的靈性天賦 那在更之後呢 我又開始了更多的一些 個人的天賦以及一些能力 這個 到時候你們有來活動 可以來相信 那請瞭解一下喔 那這樣我們抽出三組牌 也瞭解 你有沒有通靈體質 或靈媒體質 而你的靈性天賦是什麼 那選的第一組牌的朋友啊 你們選的會是 這個咖啡色的眼鏡盒 咖啡色的眼鏡盒 裡面是我的墨鏡 第二個呢 是黑色的眼鏡盒 黑色的眼鏡盒 跟第三個 粉紅色的透明眼鏡盒喔 為什麼會選眼鏡盒 我覺得其實這樣的能力 其實就很像是說你看的世界 你感受到的世界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拿眼鏡來當這一次的選物 還不錯 好 那如果說 你已經選好的話 想瞭解你有沒有這樣的天賦的話 我們就趕快進入選牌吧 下面有時間走喔 如果說 你覺得說 欸想趕快看你選了哪一個 然後要去進入時間走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點選 然後 以及啊 看完之後 你可以幫我在影片上面按讚 然後還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覺得講這個話 有時候覺得有點尷尬 可是又覺得說 好像大家都這樣講欸 你們就幫我按一下讚嘛 你沒有訂閱也沒有關係 可是 至少你看過就按讚 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在那種 觀看數很多 可是他可能按讚的時候 呃 可能觀看數 可能500 然後按讚兩個 然後表示說 很多人看過 然後沒有按讚 其實 就當作你舉手之勞 我覺得這也是給我一種鼓勵 好嗎 好 那準備好 我們就開始進入解排囉 待會見 那我們現在選出了三組牌 第一組就是咖啡色 第二組是黑色的 第三組是粉紅色的 透明的盒子 然後我們選好之後 趕快進入選排 我們下面有時間走 可以讓大家選擇 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靈眉體質 或是通靈體質 那靈魂天賦會是什麼 好啦 選好之後快來看結果吧 你好 那選擇第一組牌的朋友 選擇你們選擇是中色的 眼鏡盒的朋友 那你們選擇第一組牌的朋友 我看一下喔 你們對於靈性這件事情 你們對於靈性啊 或者是說通靈啊 靈媒這件事情 你怎麼看待的 他說其實你是願意相信這條道路可行的 但是選擇一號走牌的朋友 你認為這條路很危險 很崎嶇 很難走 很難通過 或者是你很難在這條路上找到說 屬於你的道路 或者是說 你認為 走靈媒通靈人這條路不簡單不容易 可能在一號牌的人 你們的印象會覺得 選擇通靈人這條路 你們會走得很艱苦 可能要念經 要吃災 要持戒 然後可能就是 很多事情都得戒除啊 斷六根啊 然後 就是不能有任何慾望之類的 就是你覺得這條路是很辛苦的 然後 就是你沒有 覺得說 一二通靈人怪亂神 不會你不會這樣 就可能覺得說 做通靈的人很辛苦 或者是說 有這樣的體質的人 應該蠻辛苦的 加以來講說 你可能對於靈性這件事情上面啊 你是覺得說 如果說 如果說 有機會接觸到的話 你會覺得這好像是一條很辛苦的道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雷路曼牌怎麼說 你有沒有通靈的體質 或是靈媒的體質 而你 又有什麼樣的靈魂天賦哦 好 這邊李洛曼牌跟我講說啊 他說 其實 其實不少人跟你說過 你有這樣的靈魂天賦了哦 可能 全利好主牌牌有些人跟你說 什麼 欸 你可能會跟 你可能會去 嗯 燒槍拜佛啊 或者是說 去一些廟宇的時候 然後都會有人 覺得說 哦 你這個 你這個人啊 很有 那個 呃 很有慧根啊 很有智慧啊 或者說 好像跟神佛有點 滿有緣分的這樣子哦 或者是 跟一些神明是有緣分的 然後他說 可是你始終覺得說 你始終可能 覺得說什麼 哦 這條路 這條路跟我們 跟我們家的想法啊 或者是說 跟我們家的一些 一些價值觀跟堅持上面 可能是不被允許的哦 可能就會看到一些 就是 覺得 家裡可能就跟你講說 啊 不用 不用想這個啦 這個人家 講一講 有慧根就表示說 你有智慧 有悟性就好了啦 不用去 想這麼多啦 或者是 就跟你講說 嗯 簡單講就是說 你就當個平凡人 好好的 就跟你講說 你當個平凡人 好好的過生活就好了 不用這樣這樣的 事情啊 去太多的推根就底 或者是說 太多的執迷啊 可能你的家人 會跟你講說 如果你想太多 這種事情的話 會覺得 你有一點迷信 好 那這張牌 他講說 可是這一個念頭啊 在你心裡頭 其實 畫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嗯 也許你都會覺得說 可能每個人被說什麼 哦 你很神奇啊 你有特殊能力啊 你可能是個魔法師的時候 難免都會覺得 自己是不是真的 有這樣的機會哦 可是 沒有哦 有一些人是真的 聽一聽他就算了 他真的沒有 沒有 辦法想像自己 有這樣的天賦 或是有這樣的機會 去接觸哦 比如在你來講的話 別人跟你說過這一些話 都會在心裡面紮下 蠻深的一個根哦 就跟你講 你就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 我只放在心裡面 有人說我不一樣 有人說我 有人說我 帶一些不同的使命 有人說過我就是 是不是凡夫俗子 或者說 是先胎下凡之類的 對於一號牌的朋友 你的這個心裡頭 只是說去算命啊 算個八字啊 然後事情就跟你說 啊 你這個 你這個孩子 跟一般人不一樣啊 你就跟一般人不一樣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 然後呢 今天我看到的是 比較多是一個女性 但是其實也在跟我講的是 一件事情就是說 有一個女性的神明 可能跟你比較有緣哦 女性的神明比較有緣 它是一個比較慈愛的 慈愛的那個輪廓啊 然後比較有點那個 年長的 例如就像是 大家一般知道的話 人 姚池基姆 觀音佛祖 祝聖娘娘 這一類的 就有一些 像這樣的一些 可是不完全是道教的 我這邊會提醒 你的給你指示的神明 不完全是道教的 然後 而且他跟我講說 你 很特別的是 你有辦法感受到 能量的變化 這邊講 這邊月亮牌 跟我講說 每一個月亮在潮汐之間的時候 都能 都能引起不同的那個 時間點 然後會有不同的感受 跟能量 你的 感受對這很敏銳哦 比如說 空間感 讓你覺得不舒服 然後或者是說 對於不同人的氣場 你感受到 對還是不對 好還是不好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可能今天要去那邊 你直覺覺得說 好像不太適合去 你對於那種 這個叫什麼 對於 時間能量啊 空間能量 你是比較敏銳的哦 或者是說 你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這地方不想久待 你就會可能頭暈啊 會有一些 特殊狀況產生 然後 然後但是呢 他跟我說 你很 不敢跟別人講這些事情 因為 要買朋友啊 你很怕自己在這樣子 表述的過程中啊 會覺得自己好像很奇怪啊 很像 很 怪亂神啊 很怪他啊 或者是說 怕別人覺得我怪怪的啊 所以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你都會想跟別人講說 這地方不要去比較好 可是你又覺得講不出口 或者是覺得說 不知道所以然 可能有些狀況是覺得說 好像也還好 就是去了也沒有發生什麼事 就頂多是偶爾會不舒服 頭暈一下什麼的 你很害怕 就是 不會說的啦 這樣子之類的 可能小時候你就有這樣的感受了 可是 你已經將自己跟人之間 比如說太多的覺得說 溝通不應該有這樣的方式 然後覺得你跟別人不一樣 你並不孤單 因為我選了一套白的朋友 你還有我 我也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這邊可以講 像是我去過那個 九份的那個 泥人 泥人舞 就是那個桃屋 然後他就是會有捏面具的 然後裡面 我很常講這個故事 裡面有一件面具是 比較多在捏 好兄弟的面孔 或者是形象的一個面具的房間 就是外面可能是趣味性的 裡面會有一個更深的 在講的就是 實際上看到的那一些好兄弟的 然後那一間 像我就感受到了 那天我去的時候 我就走不進那間房間 那時候陪老外朋友進去 他們走旁邊進去 然後我就被擋在門口 我就是走過去 踏進去 我踏不進去 我感受裡面很悶 然後有氣包往外推 然後我踏不進去 然後那時候 慌慌慌慌慌 我想說 不然我放到後門 再走進去好了 一樣在後 他的前後門 後門 我也踏不進去 然後 就覺得 好像就這一步 沒辦法踩下去 就踩不下這個腳步這樣子 我就被擋在外面 然後結果我老外朋友就出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奇怪了 裡面到底是 我只覺得很悶 可是我想說 怎麼會踏不進去 結果我一踩 還知道說 喔 裡面的面具都是真實的形象 就是 他說作者 可能做那個的那個 的藝術家 可能有過 就是經驗 有這樣的 有天分 然後就可以看到 然後後來幫他們 捏出形象 展現給世人這樣子 所以那間房間裡面 可能就有很多 嗯 技術啊 或者是接觸在裡面的一些能量 所以我就沒辦法進去那間房間 好 再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你的靈魂天賦是什麼 就是如果說 你有這個體質的話 你的天賦會是什麼 這邊很酷欸 這邊跟我講說 你是守導師路線的耶 就是 你看到這三張牌就跟我講說 就是 嗯 你適合教學的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一些 嗯 能量療癒 你可能自著手 能量療癒路線 你可能 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你很有 治癒別人的能量 或者是說 嗯 幫助別人的能量 然後他說啊 他說你適合做什麼事 就是你適合的是說 把一些 把一些觀念啊 或者是說 你的天賦就是在 嗯 這邊怎麼講 例如就說 我之後可能會開一堂課 然後是關於如何去 宮廟 拜拜的時候 每一個節奏 每一個拔歸 或者是說 每一個問題 每一次的那個 那個 報名字的時候 有沒有拿一些細節 他說 你很適合 當魔法老師 就是將細節整理出來之後 教授給其他的學生 然後他說 而且啊 他跟我講說 就如同 不然我們空 不然要買 沒有空到 華利伯特 就跟我講說 你就是 有那種 在 那種魔法學校裡面 然後當過裡面的一個教授 或當過裡面的一個導師 就你曾經可能在你的你的靈魂歷程中 你有曾經當過就是導師啊 或者是說 嗯 教授別人一些能力啊 能量啊 或是給別人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教學的一個能量 這邊有看到教書 寶塔 你可能是某一個學院啊 然後 可能也是以前古代 或是別的靈魂轉世的時候 是有魔法學校的時候 你可能當過一個學院的教授 或者是說導師或者是說院長之類的 所以他說 你會有很多一些前世記憶裡面 可能會跟你講說 你適合去學一些 嗯 比較屬於 嗯 靈魂療癒 比如說天使靈氣 或者是一些 一些 嗯 可能跟人類學有關係的事情 然後 把它數據化 你適合數據化的理解靈性 並且把它彙整成册 然後重新教授給其他人 然後他說 別人在收到你的教授的時候 都能感受到豐滿跟富足 以及感受到療癒 那這過程就表示說 其實 你就很適合當一個老師講師 或者是說教授課程的 然後大家都能感受到你的豐足 就是 你就在那邊又有氣勢了嗎 就你先分享自己內在的光 然後分散給別人 然後讓別人都來學會你的那個能量這樣子 嗯 很棒 連性天賦就療癒別人 然後還有將靈魂天賦整理成册 然後再來就是 分享給更多的人喔 好 那這邊是送給選擇一號主牌的朋友 那 如果覺得今天的占卜 有讓你有回應的地方 或者想了解更多 也歡迎到我的資訊頁 搜尋我的個人資料 你可以跟我預約個人占卜 那 說不定我覺得選擇一號主牌的朋友 你也可以在3月15號 讓我們的活動 了解你更多的靈魂天賦 以及你的生命藍圖 應該如何走向這樣的道路上面喔 好 那 以上送給一號主牌的朋友囉 謝謝 下次見囉 你好 那選擇 第二主牌的朋友啊 你們有沒有通靈的體質 以及你們的 靈性天賦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歐卡對於 對於你啊 就是他覺得你對靈性的想法 他覺得說 選擇二手牌的人 你覺得說 哇 這很酷耶 就是 好炫喔 或者是好像魔法喔 好特別喔 很不一樣 感覺可以飛起來 就是也許有點諷刺感 你可能認為就是說 當通靈人 或者是說 當什麼靈性啊 或者是走什麼 法式路線啊 可能就是一定要就是說 好 我想要有一天可以看到飛起來啊 或者是飛在空中啊 或者是像魔法一般的神奇效果啊 就你對於靈性的想法 或者是對於通靈這件事情 比較多 你是期待 就比較說神奇的事情發生喔 或者是說 比較神秘的事情發生 這樣的狀況 就是 你是有期望的 你就期待那個神秘感 或者是 你是覺得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我來看一下 你看你有沒有通靈體質呢 或者就是你的靈性天賦是什麼呢 這邊的講說啊 或者是有很多高科技啊 或者是說 完全不是我們人類可以理解的那種星球啊 跟科技文明喔 你來自這樣的地方 然後他說 這邊再說 這邊再說啊 嗯 你這一次來到地球 也是有一些任務跟使命的 你要來做一些收割跟回收啊 就是你要來做一些回收的工作 可能就是要將一些帶有使命的人啊 或者是發光的靈魂啊 或者是說 頻率很不一樣的人啊 或者是說 在這個地球上 感受到不同的人啊 你的工作 或是找出他們 然後跟他們聯繫 然後以及要帶領他們 回到原本的高度文明 或者是 回到原本的星球 或回到原本的維度喔 或是回到原本的世界 而且他說啊 你有同伴在等著你喔 你現在就是 你是有同伴的在等著你的 所以跟你來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命中注定的人 他是跟你一起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喔 就是 你們兩個是一起來的 從你們那個星球 或是從你們那個世界是一起來的 然後來你們的時候 兩個人都帶著相同的任務 所以 你可能 會需要找到這一個伙伴喔 嗯 好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六魔通靈或靈媒體質 這邊很肯定的跟我說 你一定有 選擇二號組朋友 你一定有 因為 你來自很高的意識 很高的靈魂喔 他說 你可能會有一些 不通人性 你可能會覺得跟人很難溝通 沒辦法理解他們 到底為什麼啊 會做這些事情 他怎麼會這樣子想啊 或者是說 你可能對於善良這件事情啊 你是很根深的地骨骨 你可能覺得說 只能做好的是對的事 那你對於其他人 比如說 會欺騙啊 有嫉妒恨啊 有惡意啊 或者是有邪念啊 有攻擊他人 或是有傷害他人的意圖的時候 你沒辦法理解 你會覺得 這種事怎麼會發生在世界上 而且你認為 如果都是同物種 為什麼會有互相傷害這件事情 或是為什麼會有戰爭 你很特別喔 你對於人類 然後對於就是人的習性上面 你是感受到非常的困惑的 因為你沒辦法理解 好 很特別 我覺得二號主牌的朋友 還有他說啊 你原本在 你原本的工作 他說 你的工作這邊 你原本的那個靈性天賦的工作 原本的是一個守護 守護者 比如說侍衛 衛兵 防衛員 或者是 那種結界製造師 結界師 或者是一個 防衛者 就很像是一個守護 一個物種 或者是一個星球 一個家園的 一個守護者的形象 然後他說 你在守護著 哇 這邊直接跟我講這故事 學生二號主牌的朋友 你原本守護的一個家園 它是一個 很巨大的堡壘 然後是那種 我這邊看到的是那種 很外星文明 很像科技電影 然後外星文明 然後會有那種 原子高塔啊 或者是那種 液態金屬的粒子高塔 這樣子 很高很高的高塔 然後 在你們的那個 星球的文明 你們是負責守護這個家園的 以及守護這個 這個文明 或者是守護這個能源 能源塔這樣子 但是他說 嗯 裡面有一些人啊 就是 就試圖要掠奪 或搶奪你們的 星球的資源 然後 這個搶奪的過程中 或者是說 起了 起了不好的念頭 想要把這個資源從好變成壞啊 之類的一些 舉動喔 然後才會導致 你們的星球好像後來 也不是殞落 但是 你們就從意識上面 開始分散到各個星球去 然後算是 算是 就是算是 算逃離嗎 就算 也不算逃離 對你們來講 你們的意識沒有所謂的逃離 好 學二種牌朋友 你們的意識就是 就是一個 我們要繼續延續我們的種族與生命 所以我們才離開 這個地方 就這樣而已 對於你們來講 而且 我看到你們的那個 前世的這個 前世的這個靈魂啊 帶有非常多的高科技 然後而且你的守護力非常強 所以你今生也會對於 身邊的人啊 你就會想保護他們 然後你就會想對他們好 或者是你看別人 受傷或是委屈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想要幫他們一把 或是很想要 把他們都攔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人類有個叫 鏡像神經緣 也就是說你鏡像神經緣 是發達比較敏感的 比如說 別人受傷的時候 你能感受到一樣的痛 或別人傷心的時候 你會跟著他一起傷心 容易被別人情緒感染 這是來自你 你是不是同龄人啊 這一定是 因為你太敏感了 你對於很多細節 你能感受別人情緒 他今天心情有一點不好 你是屬於情緒敏感型的 你能感受別人的心天的磁場 或是他的氣場能量 走什麼樣的路線 什麼樣的顏色 你能分辨得出來 然後不管你已經接觸靈性沒有 你就是有這樣的天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你的靈性天賦是什麼 你的靈性天賦要走的是與人合作 我這邊可能會看到一些大地能量 你可能是需要跟 這邊有一種狀態就很像說 像有一種儀式叫做薩滿 或者是那種大地巫師 你走的是守護大地的路線的 大地巫師 你可能需要 你可能會有辦法接觸 就是說 比如說植物跟植物 然後會產生什麼樣的能量 適合什麼樣的環境 然後或者是說 這些花花草草的過程 或者是說 你對於中醫 對於中藥 一些藥草 你可能有一些很敏銳的感受 你就覺得說 我能感受到什麼植物 可以影響我們的氣場 可能你不是走中醫的那個 傳統療法 可是比如說 一個空間裡面需要什麼樣的植物 需要什麼樣的花 什麼樣的草 然後呢 這個可以影響這個人氣場 影響他整個空間環境 影響他辦公室的環境 或是說可以招財 可以讓他招服 或是讓他運氣變得更好 你有這個很重的這樣的天賦 很重的這樣的天賦 就是掌握一些礦石 水晶 植物 或者是一些 那個什麼 像是一些簡單的 中藥藥理學這樣的概念 他說 你有很多這樣的天賦 跟植物有關 跟守護別人 也很大力 跟保護別人有關係 然後他說 最後他說 最後他說 最後出現了一張糾結 也就是說 你內心是沒辦法相信這一切的 也就是說 對於你來說 對於你來講 就是你覺得可以飛 沒有錯 但是你很難相信自己飛得起來 也就是說 我即便跟你說的這一些 可能選擇二號主牌的朋友 你會認為說 哇好酷喔 我可能 就有點像是說 你會有點像那種什麼 植物系魔法師 植物系魔法師 可能某一個前世的你是可以操縱那種樹木的樹根啊 然後或者是說天氣變化啊 或者是說 不是比較沒有天氣變化 比較多的是植物 可能有藤蔓啊 開花啊 生長啊 大地土壤啊 或者是一些 什麼 發芽啊 之類的 你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然後 這能力是為了守護 你生命中覺得重要的人 你可以比如說 做一個森林 然後保護起你的群族啊 或者是說你的種族這樣子 這是你的能力喔 然後他說 請你可能就 不用糾結 我們空了這張牌之後 你也不用糾結 對於你來講 你只是知道這個訊息 那有沒有要回到這樣的狀態 或是有沒有要做這樣的狀態 你都是自由的 我們就是 只是 你就當作是測驗 就說 我有沒有這樣的靈性天賦 我是不是個靈媒 那但是 你不用因為 我跟你講了這些訊息之後 你開始內心有很多 打架爭執 就說 那我只能走這樣的方向嗎 還是 這只是一個訊息 也許你這一次 要走的路線也不太一樣 但是 只是說 這是前世 你有過這樣的能力喔 好 那以上送給二號主牌的朋友 那如果有展開到你心中有回應啊 或是有感受的部分 也歡迎幫我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者是跟我預約個人占卜 我可能有一些服務叫做 知道靈對話 或是說高靈前世對話 這樣可以幫你理解到你想更了解深度的詳情的話 或可以協助理解到這樣的詳情喔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3月15號有一個現場活動 叫意識覺醒的部分 裡面有提供靈魂藍圖 靈魂翻譯 以及你的情勢諮商 我們都可以在現場活動 給你協助到說 你對於自己的靈性天賦啊 或是你是不是帶天命啊 這件事情 給你更多的一些訊息 跟更多的一些方向喔 好 那希望二號主牌的朋友 你們可以追上你們的人生藍圖喔 那以上祝福二號牌的朋友 那謝謝你們囉 我們下次見 你好 那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你們選的是透明的眼鏡盒 粉紅色透明的眼鏡盒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選擇三號主牌的朋友 口誤 你們 對於靈性這件事情喔 好 這邊看到了一個就是說 嗯 就是這次是一雙鞋子喔 很漂亮的繡花鞋子 在發題他說 你們會認為你們現在的生活 已經很富足了 然後對於靈性這件事情 你覺得 就難免覺得說 好像會有點固地自封 好像對你來講說 就是一個 嗯 很傳統的 比如說就會覺得說是 雞同啊 廟宇啊 或者是說 就是一些 像牧師啊 或是一些和尚啊 就你覺得 你覺得靈性對你來講 比較像是一種 嗯 仇仇不前 或者是有一種 逃避生活的感覺 沒有去前進的力量之類的喔 但是 他跟我說 這是你大腦的想法喔 你的內心並不是這樣想的喔 你的內心其實對於 靈性啊 或是追求一些 特殊啊 或者是說 對於有一些 神秘學 文明學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不可思議的力量 這件事情 你是 很有興趣 而且你也很想要去 探索之中的奧秘喔 嗯 而且這邊還說了 你可能跟一些 藏傳佛教 可能西藏 或者是一些 古老的文明啊 印度啊 這種古老的文明 特別讓你感到興趣喔 所以其實 你對靈性 有一種覺得 好像 好像覺得說 這樣的人啊 或是這樣的事 好像對你來講 會覺得有一點點就是 欸 逃避人生 或者是覺得說 他們好像 沒有辦法 呃 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很 就是在社會上 很多人認同 或是很棒的感受的時候 才會走這樣的道路喔 就是 你會有這樣的感受啦 就是 嗯 嗯 不過沒關係 就是 你可以這樣想 也不錯 因為 有些人就真的是 在 大家人生課題 沒有過完之前 然後可能追溯靈性 可能真的是會讓他覺得 我可以暫時的逃離 真實的生活 或者是說 暫時的不用去用 然後再去思考 或是去理解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通靈人 或靈眉的體質呢 那你的靈性天賦是什麼呢 那我這邊來看喔 嗯 他這邊跟我說啊 你比較不是走通靈人的路線的喔 他跟我講說的是說 嗯 選擇商號組牌的朋友 你的狀態是說 你對於人類 或是說當 也不是說人類啦 這應該是說是說 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這件事情 然後呢 你會比較習慣 就是不要太多奇怪的事情 不要太多不一樣的事情 不要太多怪亂神 或是不要太多神秘學 去侵入你的生活 或者是說讓他 讓他就是觸碰到你的那種生活圈 你的生活習性 或者是人與人交際之間 你可能不會覺得這件事一定要談啊 一定要談鬼怪啊 談神佛啊 還是說 你就覺得這是還好 就覺得說 你可信其右 不可信其我 你比較多是覺得說 就覺得這樣的訊息 或是這樣的一個資訊 對你來講 你沒有那麼的感興趣 我跟你講就是有喔 而且很特別 你是來自天界的 你曾經來自天界 這邊的太陽 他跟我講的是雲端之上的國度 你可能來自一些 我們所謂的天界就會像是 比如說 神的國度啊 雲之外的國度啊 或者是說 我們看不到的一些維度 在更高的世界喔 他是說 他是說 你是帶有這樣的天賦的 而且 你是會像是那種 嗯 有些人就會說什麼 神佛下凡啊 或者是說 那個哪個神明的分靈 然後就是有個意識 出來做考驗跟體驗的喔 你就是被這樣子分靈出來的喔 然後但是呢 他說 這個途中的你啊 嗯 你經歷了很多次的 重生 就是你可能在 在 人類跟地球的輪迴 有經歷過很多次 很多次很多次之後 他說 其實你已經忘記 你來自 這些世界的記憶了 就是 你對於 神佛的敏感度降低了 你對於他們的那種熟悉度也降低了 然後你對於他們的相信度 信任度 或者是那種 對於信仰的熱忱 也沒有 也有點被降低了 因為 太多事都 在 做人了 然後做人輪迴的時候 你就忘記了這一些很深的記憶 所以你朝遠人講的就是 你可能會覺得 對神力學有興趣 或對古代 古代文明有興趣 但是 你對於信仰跟宗教 你覺得還好 你覺得那個就有一點點 就是 不一樣 其實都來自因為 你太多次的那個轉世 都慢慢的消磨你的這些記憶 好 就這樣的狀況 他說啊 然後這邊在跟我講說 其實你身上有一份 有一份契約 或者是約定在你身上 然後這個約定 這個約定已經是很古老很古老的約定在你身上了 可能帶有一些古老的能量 或是曾經來過地球的一些 很高維度的一些神佛 或是神靈的一些能量在你身上 然後 你這樣是有約定的 你要來體驗或是說 你要來學習的部分是有約定好的 但是他說 你很容易啊 在你的 他跟我講說 你容易會在你的生活圈 你的交友圈 或者說你的那個什麼 家庭背景 你容易會有孤單感 你容易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自己跟別人格格不入 然後你還會努力想去 跟別人融入啊 或是跟別人互動溝通一點啊 因為你有一個很深很深 來自內心的孤寂感 覺得自己好像跟別人 沒有辦法完全一樣 或是說 哇 像我想的跟他們所想的 有時候會不一樣 那你還是會覺得 有時候覺得說 算了 也許是我自己怪吧 你也從來沒有想過說 要往這種 嗯 神秘學的方向去想啊 之類的 他說 你內心有個很重的孤寂感 就是因為來自於 你忘記了你的轉世的記憶 跟你最原始來的目的 跟你的人生使命 或是靈魂使命 所以你會有一些孤寂感 然後這些孤寂感啊 這些孤寂感 都 你會在夢裡面 會夢到 你可能對於你來講 你可能會夢到那種 城堡啊 堡壘啊 高塔 或者是說 你會感受到一些 很 你會夢到一些很科幻片的 那種特殊國度或國境 其實 有些時候這些夢 就是你最原始的那個記憶 他要跟你講說 那個是你的家 這個是你要回去的地方 你要帶 你要回到你原本的家去 而你在這邊被困住太久了 你已經忘記怎麼回去了 你忘記來自這裡的時候 你原本是為了要完成什麼使命 或者是你想體驗什麼 你遺忘了 這個商主牌的朋友 其實你有很多很特別的那個經歷 都被你遺忘掉了 那來自於更高的一些世界跟維度的 跟宇宙的記憶 那帶我看看你的靈魂天賦 如果說你有靈媒或是 你有這樣的體質 或是說你有靈媒的身份的話 你又應該帶有哪一些 那個靈性天賦 那他這邊跟我說 他這邊跟我說 你的靈性天賦 會是走指引路線的 指引或是訊息路線 就是一些 你不要像是引路人 比如說 就像是說 例如說 你可能自己不想要接觸這麼的神 但是你可以跟他說 如果你有問題 我覺得你可以找誰誰誰 然後或者是說 我認識一個誰 他要對這個有興趣 你可以問問他 然後或者是說 你覺得說 如果說 如果說別人有困擾的時候 你還是覺得 他們可以去 往什麼樣的路線找尋 他說如果你有靈性天賦的話 你的靈性天賦會是引路人 指引別人的計畫 幫他規劃下一步的計畫 或者是說 幫他去尋找屬於他的一個天賦 跟他的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別人很多的就是 他可能對於什麼很有熱情 然後 別人跟他講他很棒的時候 他都看不到自己 可是你就看得到這件事情 而且你跟他講說 你去做 我的這個很適合你 你去做你一定會成功 或者是說 你去做你會感到很開心 然後讓別人在心裡面 有一個 這邊 他就有一個就是很堅定的力量給別人 讓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 讓別人相信這個方向的力量 或是讓別人相信 自己有能力改變自己的人生的力量 所以你是一個 3號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找回你這些記憶 我這記憶裡面有些使命還等著你完成 可是 太多轉世你已經忘記了 所以 你已經不敢相信自己是個魔法十字 甚至是一個 那個 這個可以飛在空中的一個自己這樣子的狀態 好 那 如果以上解排 有起來到你內心的疑惑 或者是說 你有感受到相同的回應的話 想了解更多 也歡迎跟我預約個人占卜 然後 在我的資訊頁裡面有我的聯繫方式 你可以在占卜中 再獲得你更多想要的資訊以及答案 那 如果 還想了解更多的話 我們在3月15號 之前就所在台北行天宮 4號出口 有一個現場活動 叫意識覺醒的活動 也歡迎跟我們報名 來了解 或參考一下說 你的人生哪里該怎麼走 你接下來歷程怎麼走 而你的使命是什麼 你有沒有待過天界 而天界的使命又是什麼 然後或者是說 什麼樣的契約 才會讓你今天覺得有孤寂感或孤獨感 我們都可以來找回這一些 來自你靈魂深處的 使命以及天賦喔 好 那 以上牌送給3號主牌的朋友 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或是按個訂閱 我會非常感謝你 或是你留言 跟我互動 我也會 盡可能的就回覆你們 或是解答到你們行眾的疑惑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謝謝3號主牌的朋友 掰掰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然後希望你們有喜歡我今天 掰掰 大家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喔 那希望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或是留言跟我互動 那如果有想了解更多詳情 我在影片後方都有跟大家提醒 我們有提供個人占譜 以及每週有7位免費的諮商15分鐘 那你可以來跟我們詢問 就是這些詳情 或者是來跟我們預約個人占卜了解更多的細節 那這邊一樣要推廣一下 那這邊一樣要推廣一下 在3月15號的時候 我們舉行人救所在台北 行天宮捷運站4號出口 又舉行一個現場活動 那相關的報名以及詳情 再請記得參與我們的活動海報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共襄盛舉 然後迎接你們來臨 那現場都有各位老師帶有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能量 或是不同的 的 嗯 一些 一些 超能力 然後可以來幫你解答 你想要知道的一些疑惑或是感受 那 希望這影片你們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嗎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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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